洋葱炒鸡蛋怎么炒,味道好,只有下饭 准备一个去皮清洗干净的洋葱 用刀葱中间一切两半 去掉洋葱的芯 把洋葱从中间切开 然后切成三角块 洋葱块切的大一些不要太小 切好的洋葱块每一片掰开 碗中打入五个土鸡蛋 用筷子把鸡蛋打成蛋液 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在锅中油温达到五成热以上 倒入鸡蛋液进行炒制 这一步一定要完全的把鸡蛋炒熟 炒熟的鸡蛋盛入盘中别用 锅中再次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下入一勺红油豆白酱 炒出豆白酱的红油炒香 下入切好的洋葱 这个时候把家中的火开到最大 大火快会把洋葱爆香 下入精盐增加底味 下入炒好的鸡蛋 把鸡蛋和锅中的食材 快速翻炒均匀 充分吸收洋葱的香味 最后一步煮锅装盘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